俗哥说电影 包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香港的悬疑惊悚片 藏在你左右 影片一开场 神婆罗大妈呀 一脸阴森诡异的踩着猫不就出来了 罗大妈说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啊 总会遇到很多棘手的破事 比如说老婆红杏出了墙 老公跟别的男人上床 而如果你的处理方法不对呀 不仅自己遭罪 别人也会受连累 转场之后 医生正在给出车司机颓废哥废弃病情 医生说老弟你这是废来呀 你怎么不早点来呀 颓废哥说我这病还能不能治好啊 医生说很遗憾的 你这病啊就算是华佗来了也没饭饭 你只能等着领盒饭 颓废哥一听当时就懵了 于是便开着车呀 在路上发起了酒疯 感叹老天的呼呼啊 这个时候镜头一转 警察大眼哥开着车呀 拉着他老婆冷淡姐和姑姑罗大妈 正准备回家 在大眼哥的车后面 浩辉哥正开着车呀 准备到医院去接自己的未婚妻大眼妹 而此时生无可恋的青生姐 由于哥外没有领成盒饭 于是便打算在跳楼试试看 正坐在车里的罗大妈 突然感觉以颇哥窜上一股凉气 他马上预感到要出声 说大侄子赶快加油离开这条街道 不然咱有可能交贩票 接下来这场戏呀是这么设计 首先由已经无人驾驶的颓废哥发起攻击 要说还得是大眼哥呀 毕竟是老司机 关键时候绝不懵逼 立马一招老汉推磨 躲过了这场灾祸 跟在后面准新郎炮灰哥一看 这当下就是猛的一颤 然后就留了盒饭了 而与此同时 青生姐又来以雪中送看 让这场戏呀 变得更加的好看 大眼哥下车一看呢 急忙打电话报案 而就在这个时候 胡子书和龙套婶 带着外甥女点儿贝妹呀 刚好打热进攻 并且亲眼目睹了这场车祸 最好奇的点儿贝妹 还拿出手机进行拍摄 几天后 跳楼的青生姐的尸体 准备火花 在火葬场工作的鸡贼哥 由于欠了一屁股的债 于是便打起了 青生姐的陪葬品的主意 鸡贼哥说 大姐你千万别见怪 小弟我也是万般无奈 等我哪天发了财 我一定替你输回来 晚上鸡贼哥回到家 把手镯拍照啊 然后上传到网上 就开始销售了 青生姐一看自己的龙凤卓 被鸡贼哥偷走了 那能干吗 这姐妹一发工啊 可把鸡贼哥吓得不行 这大眼妹眼瞅着 就要跟炮灰哥结婚了 突然出了这么当的事 能不糟心吗 回忆起炮灰哥 向自己求婚的画面呢 大眼妹哭得是花着乱颤 鸡贼哥把镯子放到网上 时间不大呀 就有人给他打电话 第二天的一早 鸡贼哥按照约定的地点 去交易 可没想到买主 居然莫名其妙的嗝屁 鸡贼哥一看这情况 于是便打算把镯子 拿到典当行里当 可这哥们刚走到马路边 就被汽车给装 不过这鸡贼哥命大呀 只是把腿给装断了 并没有两口汉 警察说 这对龙凤灼是不是你的 看着警察犀利的目光 鸡贼哥当时就慌了 接下来咱再说说大眼哥那边 由于当时大眼哥那招 老汉推磨用力过猛 导致他老婆冷淡姐 二十多天都昏迷不醒 陪了夫人又折兵 可把鸡贼哥气得不清 这哥们主着拐刚回到家呀 突然发现那对龙凤灼 真默默寒情的望着他 鸡贼哥一看着 当下就是猛的一颤 当他正挥舞着拐柜 跟青生姐的鬼魂 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债权人又找上了人 此时的鸡贼哥头脑非常冷静 他意识到再不跑了 肯定得丢了命 于是急忙虚晃一招 瘸着腿撒子撩了 为了完成炮灰哥生前的愿望 大眼妹买下了 海边的一幢度假屋 开业的头一天呢 傅心汉和小三姐就来住店了 由于这傅心汉 一直不肯跟老婆离婚 算是彻底伤了小三姐的心 小三姐心想 既然你不仁 那就别怪我不义了 于是这姐们设下毒计 和傅心汉一起个儿子屁 第二天的一早 大眼妹去送早餐的时候 一看这二位交了饭票 当时就瞎尿 很快警察大眼哥和他那位 同样是警察的老婆冷淡姐 带人前来看她现场 大眼妹哭得是泪流满面的 说这二位怎么能这么干呢 这事要是传出去 我还怎么做声音 这个时候 大眼哥突然看到一女鬼 露了一小眼 大眼哥说 你看看你这张脸 别跟这丢人现眼 这个时候 小包记者微寻而来 举着话筒 就开始采访大眼妹 记者说 这庄别墅前业主死了之后 这就一直的闹闹 你为什么还要买下来 是不是脑子进了水 大眼哥跟冷淡姐说 这屋里真的有不干净的东西 你最好把咱姑妈要接受给她 到了晚上 吃瓜的大眼妹上网一查 发现以前的业主整容姐 由于整容失败被老公抛弃 最后在家里自杀嗝屁 也就是说 她买下的这庄别墅 其实就是一凶宅 俗话说 福无双至祸不但行 未婚夫死了没多久 自己又摊上这破事 大眼妹死的心都有 为了吸引顾客住店 大眼妹开始降价 转过天 来附近旅游的胡子叔和龙套婶 来到了度假屋 可这二位洗完澡 刚想比划两招了 整容姐的鬼魂就出来捣乱 把胡子叔和龙套婶 吓了仨子就有 眼瞅着自己唯一的顾客 被整容姐给吓跑了 大眼妹是再也受不了 她气呼呼的来到客房 说我要给你单挑 你要要有种 就赶快现身咱俩过两招 大难不死的颓废哥 从报纸上看到了大眼妹的遭遇 为了赎罪 她主动找到了大眼妹 颓废哥说 我过几个月也要领喝汗 到那边之后 我再正式向炮灰哥道歉 为了表达我的歉意 我打算送给你我全部的积蓄 但大眼妹拒绝了颓废哥的好意 颓废哥说 那这样吧 我在你度假屋长期报个房 你要是有什么事呢 我也能帮帮忙 自打车祸之后 大眼哥想变了个人 对冷淡姐是甭提多引擎了 而且大眼哥还为冷淡姐 提前亲手设计了五十张生日卡 冷淡姐说 你是劈了腿了还是见了鬼了 你这么干我好不习惯 大眼哥说 你怎么这么不懂浪漫 为了把不干净的东西撵走 大眼妹请罗大妈到度假屋去鬼 罗大妈问你多年的确是身手不凡的 老太太一发功 很快就请来了太上老君和宋悟空 整容姐的鬼魂一看 这二位可惹不起 于是虚晃一招仨的了 这鸡贼哥被债主逼的 实在走投无路了 于是便来到大眼妹的度假屋自杀 颓废哥进屋一看 这当下就是猛的一颤 为了避免走漏风声 颓废哥把鸡贼哥的尸体肢解之后 偷偷也扔了 转过天 又有一学生妹想不开到度假屋上吊 幸亏颓废哥和大眼妹及时赶到 学生妹才没交干票 颓废哥说 搞什么搞 你们要自杀走远一点好不好 学生妹说 我听别人说 这里是自杀圣地 在这自杀不配下地狱 不过在学生妹走了没几天 最后还是自杀嗝的屁 转场之后 鸡贼哥的尸块被人在海边发现 大眼哥和冷淡姐到度假屋询问 可颓废哥和大眼妹是死不承认的 不过没过多久 颓废哥便到警察局自首了 为了早点到那边向炮灰哥道歉 这哥们在牢房里留了好看 冷淡姐在胡子叔的旧货店 瞎求转的时候 看上了胡子叔外甥女 第二辈妹出的一张唱片 可到了后半夜 诡异的荧幕出现了 两口子都觉得这事不对劲 于是大眼哥便把唱片给动了 可到了第二天一早 当冷淡姐醒来的时候 发现那张唱片又出现了 把冷淡姐吓得是花热乱颤 大眼哥说上次咱扔的太近了 这次咱扔远一点了 到了后半夜 冷淡姐犹如家椰子灵魂附体 爬进垃圾箱 又把那张唱片给拿回来家 第二天这姐们醒来之后一看 他脑子算是彻底乱了 大眼哥说这里边一定有毛你 你必须让他哪来的回哪去 晚上两人在街上瞎溜达的时候 阳王爷的鬼柴黑白无常突然杀到 说哥们你别再瞎胡闹了 赶快去我们老大的报道 原来在车祸发生的那天 第二辈妹正拿着手机拍照的时候 被一辆大货车把头给装掉了 而大眼哥也跟着交了饭票 大眼哥临走时候的一番肺腑之言 把冷淡姐赶怒得是稀里哗啦 影片的最后是一场扫除封建迷信的戏 医生说你直媳妇因为受到强烈的刺激 得了思觉失逃症 自打车祸发生之后 一直到咱俩这场戏之前呢 所有的情节都是你直媳妇的幻觉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嘛 做人必须得自律 交通法规要牢记 酒后千万别开车 不然容易嗝的屁